想便宜玩澳洲 當然是坐廉航去啦 今次我們跟JETTA就會坐澳洲 日本最大廉航JETSTAR經新加坡轉機去帶二汶 想知道長線坐廉航是否舒服 帶二汶又有一邊六大景點不可以錯過 馬上跟著我們走啦 JETSTAR只是在澳洲已經有超過20個航點 加上沒有公司Quantus的航班 即是全世界都去到 我們今次所坐的新加坡指帶二汶航先 更是只有JETSTAR才有的 JETSTAR的飛機都頗新正 而且座位更好奇妮 另外值得一讚的是座位二半不會很硬身 坐落非常舒適 想再舒服一點 還可以加錢升級坐特大空間座位 飛機航行期間如果想吃點熱食 可以另外付錢購買 味道都不錯 提早在網上餘訂 除了可以確保吃到想吃的餐飲之外 還有優惠 如果需要好幾樣額外付款的服務 登機票的時候 記得選購買套餐 會被分開續航購買更價價 4個小時的機器 話這麼快就到澳洲啦 去到達二汶 當然要先吃新鮮的本地海鮮 市中心的碼頭 就有好多美景餐廳選擇 附近還有一個人做Lawwinter 我都很想一起玩 去到市中心的鱷魚樂園 可以超近距離欣賞澳洲北部 最有代表性的鹹水鱷 如果夠膽量 一定要挑戰一下浸落鱷魚池 玩完一輪 去市內最熱鬧 大家一間飯間Café享受就適合了 還可以上到超市買手信 但二汶這邊有好多市集 即使雨季來到 在這個近郊的周末市集 同樣吃到不少熱帶美食 這邊還有不少沙灘 喜歡看遊樂的朋友 一定不可以錯過 真是超美 最後想買到自抵的票 一定要留意 Jetstar 曾經說自己便宜 其實也不只是說 有行動證明它有最低價保證 只要大家在網上 找到比Jetstar 沽網這麼便宜的價錢 無論是在第三方網站上 同一行班的機票 又或者是其他航空公司 航線相同 航班時間相約的機票 大家就可以立即和Jetstar 提供相關資料 Jetstar 會在這個價錢上 再提到10%給你 所以無論任何時候想Jetstar沽網 都一定可以買到最便宜的機票 在這裏